有勿民主存錢法 把你的錢分別放在不同的數位帳戶 那麼每個帳戶一年就可以賺個兩三千兩三千 Hi 我是寶可夢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 2024年的數位帳戶推薦排行榜 趕快來看看吧 推薦第10名是有風大戶數位帳戶 這個數位帳戶我想大家應該都不陌生啦 你只要跟有風大戶往來達10萬 成為大戶等級之後 你就可以拿到1.5%的高利活儲 最高可以存30萬元 超過的部分就是排高利率啦 這個數位帳戶所提供的 跨航體管轉帳免手續費次數是20次 每個月16號來做切帳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現在只要開戶填POKM 就可以拿到本團基本給予的最少200積分 可以換200元的小計或是全價商品券 歡迎你上車 推薦第9名是台灣銀行的數位帳戶 它所提供的是不分新舊戶 1.95%的高利活儲可以存10萬元 從1月1號存到12月31號 你可以拿到1950元的利息 這個帳戶它提供的 免費跨航轉帳有99次 那跨航提款有10次 所以這個跨轉99次真的是蠻不錯的 很適合當作一個資金的中計帳 推薦第8名是愛利有數位帳戶 這個大家應該也都蠻熟悉的 它所提供的是不分新舊戶 都可以享有2%的高利活儲 那麼可以存多少錢呢? 可以存12萬 所以你從1月1號存到12月31號 你最多可以拿到2400元的利息 它所提供的跨航提款跟轉帳次數 是各10次 其實也是蠻好用的 推薦第7名是華南銀行的SNY數位帳戶 它所提供的是2.3%的高利活儲 可以存10萬元 從1月1號存到12月31號 最高可以拿到2300元的利息 不分新舊戶通通都可以享有 它所提供的跨航轉帳次數 有之前的40幾次變長20次 有縮水了 礦航提款也變成是1個月有10次的年手續費 大家可以多多利用 推薦第6名是遠銀Banking數位帳戶 你只要從推薦馬上車 就可以享有次月起 2.6%的高利活儲可以存5萬塊錢 存6個月最高可以拿650元的利息 如果你是舊戶 就是從第7個月起 你就只剩下4.31%不上限 其實也算是蠻不錯的 不用解任何任務 只要放錢在帳戶裡面 就可以享有這個高利活儲 也算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這個帳戶它提供6次跨 提供6次跨轉 大家也可以好好利用 推薦第5名是台新RECHER的數位帳戶 這個帳戶它有提供什麼優惠? 如果你是新開戶的朋友 你可以拿到3.2%的高利活儲 可以存10萬 那你從1月2號存到7月1號 最高可以拿到1600左右的利息 還不錯 如果你是舊戶的話呢 可以有1.3%的高利活儲 可以存30萬元 那是我提供的 跨航提款轉帳次數是 提款5次 轉帳5次 每個月都可以免費使用 再來推薦的第4名是將來銀行 它這個新戶最高可以拿到3.5% 但是它是集聚式的 就是你開戶之後呢 5萬到20萬的這個集聚 可以拿到3.5%的高利 那如果你存90天存款存滿 你可以拿到的利息數是1417元 那如果你是舊戶的話呢 5到30萬元的這個集聚 可以拿到的是1.5%的高利活儲 這個帳戶所提供的 每個月呢 有66次的免費跨航轉帳 跟6次的跨航提款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當作 是一個資金的終極站 然後錢來轉進轉出 其實也算是滿方便的 如果想上車的話呢 別忘了填上本團的推薦碼 AXKZE 推薦第三名呢 是星光OU數位帳戶 它的新戶利率居然來到6.08% 真的是滿高的 那你可以存多少錢呢 存7萬塊錢 存4個月你可以拿到的利息呢 是1418元 那麼舊戶的部分呢 你只要解任務 這個任務的話呢 詳細的情形 你可以看我們下面的資訊欄 有這個相關的連結 可以拿到20萬以內 2.4%的高利活儲 所以這個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你可以享有的跨航提款 轉帳次數呢 分別是5次跨提跟5次跨轉 如果想上車的話呢 請填推薦碼 JOIN00092 推薦第二名呢 是王道銀行的新戶利率6.66% 那麼呢 你10萬塊錢可以存2個月 大概可以拿到1100左右的這個利息 當你成為舊戶之後呢 你就可以跟大家一樣 舊式先轉5萬塊進去 然後 次日期呢 你就可以放20萬 享有2%的高利活儲 這個活動呢 可以走6個月 那超過的部分20-50萬就是只有1.5%啦 所以這也算是一個很不錯的資金的停泊處 推薦第一名呢 就是Ninobank 它有8%的高利 這個很驚人 但它只有一個月而已 就是你10萬塊 放在8%的利率裡面 一個月 你可以賺到668元的利息 就是這個樣子 從第二個月開始呢 你就是變舊戶了 舊戶的話呢 不解任何任務就是只有2% 10萬塊就只有2%而已 那這個賬戶呢 提供你10次的跨航提款轉帳 免手續費次數 大家也可以多多把握啦 結論 這麼多的數位帳戶 應該要怎麼用比較好 你可以使用這個 游牧民族存錢法 把你的錢呢 分別放在不同的數位帳戶 那麼每一個帳戶 一年就可以賺個2-3千 2-3千 也許你一年下來呢 就可以賺到好幾萬的利息 所以這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不過呢 你也可以參考我的做法 就是把你的資金呢 集中放在某一個數位帳戶裡面 好好的跟他往來 那麼你成為他的VIP貴賓之後呢 你還可以享有更多的好康 就像是有風大戶一樣 好好的跟他往來呢 你可以成為大戶的VVIP 那麼他們有這個 藝文展演活動 或者是有一些 這個大戶之夜呢 就有機會接受邀請 好那麼吃一頓飯 好那麼做一個享受呢 可能就是5千到1萬塊錢 這個也是 其他數位帳戶所做不到的 以上的資訊呢 就是我從網路上面整理下來 我個人覺得很不錯的 十大數位帳戶 提供給你參考 如果你覺得不錯呢 也可以推薦給身邊的親友 來看這支影片 讓他們學習 如何透過數位帳戶來省錢賺利息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